就头眼歪斜了 然后一只眼睛闭合不全 这位外籍男子自以为是中风 但是实际上是急性的面神经炎 这个危险程度立马可能就有好了很多 危险程度降低了 毕竟急性的面神经炎跟中风 它是不可同时而语的 是啊 咱直播间就有科大表 给咱科普的 说这个面神经炎 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 那就是面他 对吧 对 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面谈 或者叫掉下风 它多半是由于这种病毒感染之后 造成了面神经的水肿 唾水窍 有一些严重的病例 还可能有走所的变性 出现了面神经肌配肌肉的这种瘫痪 那面神经炎是不是也会出现 口眼歪斜这样的症状 要不然大伙不能误以为它是中风 毕竟原来我们也说过 一旦要是出现了口眼歪斜这样的症状 就得警惕是不是中风了 对的 它一定会出现 口眼歪斜的一些症状 急性面神经炎 还有中风 它来服务就是单从口眼歪斜上来看 容易整混啊 对 容易混淆 所以大家得特别注意 到我们整室看病的时候 经常会说 我是不是得中风了 或者是我得脑血栓了 这样的病人来找我们 需要我们来医生看 但是医生一看 经常通过自己的观察 就能大致上分出来 说你可能是面神经炎 你可能得的是中风 那咱们说它的紧急程度 可能差不少 对 因为急性逐中 我们强调治疗的时间窗 一般我们说 瘤栓 一般现在4.5小时以内 可以老百姓说的 一针通 我们进行瘤栓的治疗 但是面神经炎 一般来说就没有那么紧急 你大概急性逐篮 一两天 两三天 这些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虽然它俩挺像的 但是咱们视频里 那位医生小姐姐 那可通过视频连线 就判断出来了 这就是面神经炎